记者选取了三个观察点,通过充电宝借出的数量对比,先来了解一下共享充电宝的使用率。 第一个观察点,选在距离西湖较近的湖滨银泰商圈。 虽然过了午饭时间,但商场里的人还是不少,二楼扶梯边上放置着一台共享充电宝的机器,亮绿灯的插槽表示充电宝可借。 记者看了一下,借出去的不多,观察期间也没有用户来借取充电宝。 湖滨路步行街,紧挨着西湖,我们将这里设置成第二个观察点。 一些商户门口放置着共享充电宝的机器,这家奶茶店门口就放置了三个不同品牌的充电宝机器,借出去的都不足半数。 在西湖边,每隔一段路就有一家小卖部,几乎每家都放置了共享充电宝。 这里的借出率要比之前两个观察点高。 附近商户告诉记者,人流量高峰的时候,这些机器基本上都是空的。 人多的话嘛,基本上借光了,借光了之后,就是有人还进来,比如说还有几个客人还进来,客人再借掉,就是这样子。 现在因为充电宝比较方便嘛,哪里借哪里还,所以说不管是哪个地方的充电宝,可需求量挺大的。 这三个观察点的结果显示,距离西湖景区越近的共享充电宝机器,使用率就越高。 观察过程中,记者还发现,三个观察点借取充电宝的价格都不一样。 在湖滨银泰商圈,机器上显示的价格是半个小时1块5,一天封顶20块。 在湖滨银路步行街,记者扫码借取充电宝,界面给出的计费价格是半个小时2块钱,一天封顶28块钱。 到了西湖边,共享充电宝的计费就涨到了半个小时5块钱,封顶也变成了30块钱。 其实从湖滨银泰商圈,步行到西湖边只需要5分钟,共享充电宝借用半个小时的价格却涨了三倍多。 你有关注到多少钱吗? 没有,没有,没有,是什么牌子的,接电的,三块一小时吧,三块钱一小时,黄金,你还能收到那个记录吗? 我刚接的,刚刚去接的,这个是30分钟5,30分钟1块5吧,它有个优惠券,还是写着呢? 对 30分钟5元计算,还好 这么贵? 好像有点贵啊 不会它关注的一个价格吧? 不会啊,直接就 您借的时候有看看多少钱吗? 5块钱每半小时 半个小时? 对 这个价格还是接受了? 对对对 不会觉得贵吗? 还好吧 您觉得5块钱每个小时是贵吗? 有点,有点 有点贵啊,还是觉得不贵 我觉得大部分人不会,因为大部分人会想着去什么星巴克什么的充下电 那你还算是比较中意呢? 对对对对,你要说什么一块两块三块啊,这种可能随时就少一个了 关于不同区域共享充电宝价格的差异 记者联系了某共享充电宝品牌的客服 对于共享充电宝这样的价格标准 你有什么看法? 也可以到我们1818黄金眼官方微博发表评论 18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